旷若虚空大慈等故 这两句也是经文 这是以虚空比喻菩萨的平等大慈 像虚空一样 如虚空之宽广无际 故约旷 旷是宽广无际的意思 这是欲慈行广大 虚空无主 这个无主是没有边界 虚空对一切法都不止住 这两句比喻菩萨的平等大慈 如同虚空的宽广 没有边界 爱里面有情 这个爱就变成染乎了 如果把情换成智慧 这个爱就叫慈悲 所以慈悲 是建立在 智慧的基础上 这是有分别的 换一句话说 我们用最简单的话说 爱里头有感情 慈悲 慈悲里头有理智 理智跟感情不一样 才有理性 有理性 不会越贵 感情用事 往往就出流鼻了 就惹了麻烦出来了 所以在佛法里面 智根心 它是病重的 进度宗 供养的佛像 这表法的 以阿弥陀佛代表本体 本体是一切都不做的 就是胆大本的本 无量的光明 无量的智慧 一切都无量 两位菩萨 也是表法的 表从体其用 观音菩萨代表慈悲 大师智菩萨代表智慧 智慧跟慈悲 一定要合一 才能办死 对自己 才能帮助自己 不断向上提升 实际上所提升的 就是慈悲跟智慧 慈悲 慈悲 提升到究竟圆满 就是阿弥陀佛 这是自利 利他 对待一切众生 清净 清净 平等 用智慧 用慈悲 去帮助一些众生 没有编辑 没有极限 叫他做大慈 大慈 大悲 这个道理不能不同 我也有大慈大悲 在中国 过去毛主席有一句话 我们常常在 马路上都看到这个标语 全心 全力 为人民 佛 那是谁 那大慈大悲 佛菩萨才能做到 不是佛菩萨做不到